这是我见过最恶毒的母亲 竟然给女儿喂了17年毒药 而女儿也从未怀疑 因为她患有心脏病 哮喘病 糖尿病 甚至半身瘫痪 吃药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直到这天 女孩偷偷翻看购物袋 才发现了不对劲 她像往常一样 想偷拿几块巧克力 却在袋子侧面 找到了自己的必吃药 可瓶子上贴着妈妈的名字 女孩觉得奇怪 但并没有放在心上 不过接下来 更古怪的事情发生了 女孩是个理科天才 每天都守在窗前 等待邮局车经过 希望里面会有自己的大学通知书 可每次都被母亲抢先一步 拿走信封 还说有消息肯定会告诉她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女孩也越来越好奇 她说母亲不在家 用自制的机械臂夹下药品 果然瞧出了问题 贴纸边缘有些翘起 中间还有骨炮 女孩伸出手指 刺下上面一层 底下竟然是另一种名字 当天晚上 母亲照常来送药 女孩表面乖乖吃下 却等母亲一走 就吐了出来 她想弄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挨到半夜 她偷偷下楼 打开电脑 输入药品名称 但网络已经被掐断 女孩有些懵 却不知道 母亲就站在厨房 悄悄看着 第二天 她偷偷拨给药房 没想到母亲早就打好招呼 对面不仅认出号码 甚至叫出了名字 女孩吓得赶紧挂断 有拨通语音助手 查询其他药房电话 她一边通话 一边观察母亲的动向 怕她突然回来 终于查到了 医师告诉她 那是一种治疗心脏的药物 胶囊是红色的 很明显 跟眼前的绿色药丸 不是一个种类 女孩挂着电话 心里充斥着不安 她需要更多信息 所以晚饭时 跟母亲提出 明天想去看电影 然后带着所有存货出发了 趁着母亲看得尽兴 她借过上厕所 跑出电影院 直奔药房 拿出胶囊 问医师 这到底是什么药 当她听完回答 彻底崩溃了 母亲喂了她17年的药 竟然是毒药 是给阿猫阿狗下的松弛剂 让他们下肢失去知觉 慢慢瘫痪 女孩震惊了 怎么都想不到 导致自己残疾的 竟然是亲生母亲 此时 母亲也发现她不见 赶到了药房 先是支走医师 然后轰散人群 接着一变脸 拿出针头扎进她的身体 随着液体流入 女孩渐渐意识模糊 扑倒在母亲身上 再次醒来 又回到了家里 桌上是爱心早餐 旁边放着一杯药片 女孩匆忙去开门 却怎么扭都扭不动 原来母亲已经从外面 把门死死别住 她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道短短一天 自己和母亲之间 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她探出头 看看窗外 有办法了 女孩吃掉早餐 补充能量 然后拿出电线 包上被子 含了一口水 开始顺着屋顶 艰难爬进 她咬着牙 卯足劲 来到一串窗前 拿出电烙铁 使玻璃开裂 再奔上一口水 玻璃炸了 她垫着被子爬进去 可一摸兜 没带药 只能继续爬行 一点一点蹭回卧室 一掉锄头 推开门 拔开抽屉 拿起药 深深地吸上一口 终于恢复了 她想坐轮椅下楼 却发现母亲 剪断了电线 怎么办 女孩心一横 把轮椅扔下去 然后就是一滚 她躺在地上 大脑一片空白 耳边充斥着轰鸣 却突然抬头 看向自己的脚 那里竟然有了知觉 因为她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按时吃药了 原来真的是母亲在害她 女孩挣扎着爬上轮椅 跑了出去 她用力转动轮子 就想跟时间赛跑 终于看到了邮局车 她跟司机讲了自己的遭遇 正准备上车逃走 却看到母亲迎面驶来 然后下车跟司机交涉 让她把女儿还给自己 说着还要报警 但司机一句都没听 只是把女孩抱上车厢 准备带走 谁料刚要关门 一根针管扎进了脖子 再次醒来 女孩已经被母亲囚禁在地下室 她想离开 轮椅上去拴着铁链 在这里 她看到了无数名叫的录取通知书 原来母亲一直跟她抢信封 就是不想让她上学 女孩又翻到一张照片 上面是幼时的自己 下半身粘着一张便利贴 掀开后 才快乐地奔跑 原来她并不是先天残疾 她的双腿是可以站起来的 女孩寒毛直立 一股良意 顺着脊背往上爬 但紧急着 她发现了更加恐怖的事情 自己叫了17年的妈妈 竟然不是亲生母亲 原来 女人的孩子出生就患哮喘瘫痪 还没满月就夭折了 她承受不住打击 形成恨意 偷走了别人的孩子 然后通过药物 让女孩患上哮喘 下肢瘫痪 跟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样 在细心呵护 加倍照料 寻求被依赖的母爱 真是太变态了 女人走下来 看到女孩的神情 知道瞒不住了 于是拿起针筒 开始调药 女孩吓得大声呼救 一个劲往后退 躲进仓库 锁上了门 她听见母亲转身离开 应该是去找钥匙了 绝望之下 女孩拿起毒药 等母亲打开门后 一眼而近 她才用生命打赌 多女人舍不得让她死 果然 当她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 嘴里正插着管子 说不出话 女人就站在门外 冲她挥手 好不容易等对方离开 女孩立刻按铃叫来护士 示意她要写字 科学到一半 医院就拉响紧急报警 叫走了所有医护人员 而女人走进来 将她抱上轮椅 偷偷运走 女孩看着路人 想张嘴求救 却发不出声音 最后还是护士赶回病房 发现女孩身踪 以及本子上写下的母亲 火速报了警 最终在大门前 两人被拦了下来 十年后 女孩到监狱里探望母亲 此时 她已经能拄着拐杖 自主行走了 她跟母亲说 自己去看了外公外婆 微笑着侃侃而谈 仿佛真的原谅了眼前的女人 但下一秒 脸色一变 从嘴里吐出酸粒胶囊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电影逃跑 虽然类似题材 近几年挺多的 但香蕉姐演技真的不错 悬疑氛围烘托的也挺足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原片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